何勇敏議員 其實我們現在仍然在政策討論的階段 我想回應一下,我看回政府的文件 和回應上一次我們一些提問的內容 我有些意見 首先,個人用戶衍生內容的部分 我們仍然有這樣的看法 第一,包括安全講下的判斷棄訪作品 上次引用梁志祥說雨傘是屬於攻擊性武器的例子 點出棄訪、諷刺、營造、滑稽或模仿的表述 是充滿個人主觀的感覺 但黃先生的回應是說棄訪、諷刺這些字眼是屬於普通法的用語 法庭是有能力就每一宗個案作合理的裁決 我認為法律並非為法律專業而設 即是說你有這個判斷能力 根據普通法 你現在制定的法律不是為他的專業判斷而設 即是市民、任何一個人 你既然受法律的約束 那他就一定要看得明些法律才行 還有一個更高的原則就是 有份受法律規範的人 是一定要有份制定法律的 從一個民主國家來說 今天我們有一個代議制度 我們就代表人民去制定法律 即使這個立法機關 基本上是沒有立法權 是你政府提出來的法例 然後我們在那裡嘰嘰嘰嘰嘰 到最後就審議 二讀三讀 提修定案 提修定案 提修定案有分組投票 基本上是沒有辦法動你分毫的 說句難聽些 所以在這個階段 當然 當這個法案委員會的逐條審議階段 我們就絕對不能夠調以輕心 要繼續和你討論 即使你老兄覺得很不耐煩 答來答去都是那些事情 都是要和你討論的 就算有些議員提出一些問題 可能都沒有什麼相關 但是雖然是沒有什麼相關 都會啟發到 我們大家去思考 就是說 法律本身 魔鬼在細節 你去到一個逐條審議階段 或者在政策討論的階段 都應該將一些原則的問題 要釐清它 然後我們才可以進入一個 條文的逐條審議階段 所以這個必須要你明白 為何這些會議要開到這樣 雖然這裡已經是相對比較少人 你已經是比較容易過的 老實說 根據法治的原則 受法律規範的人 一定要對法律的條文 看得清清楚楚才行 要明白 如果一般人 都不可以單憑這個戲訪 諷刺 營造滑溪 或者模仿的表述 去了解有關的原則 這就有問題了 我舉個例 當有網民將一張改圖 上載到某個討論區 那麼有自稱版權擁有人 就提出侵權的指稱 就要求 這個連線服務的提供者 譬如討論區的管理人 即時移除有關的內容 管理人 如何判斷這個改圖 是屬於棄訪 諷刺營造滑溪或模仿 是嗎 不論是上載 或者討論區管理人 都沒有能力 即是上載的人 都沒有能力 好像法庭那樣掌握有關法律原則而作出判斷 例如黃飛鴻雨傘 是不是滑溪呢 可能只是主觀的感覺 有人覺得那個提出的議員 就很有智慧 都還可以 因人而異 也有人因為法律的定義不清晰 他在創作的時候 就會畏首畏尾 你怎樣令到 即是我們這些年輕人可以發揮創意 搞創意工業 你沒有這些年輕人這些創意搞什麼 另外就是版權及二次創作關注聯盟 即是那班年輕人 就這個UGC定出的四點特性 我上次也有說過 即不是以謀利為目的去創作 創作人相信原作品非侵權物 在合理情況下引述原作出處和有關資料 以及不能取代原作品的市場和損害版權利益 他這個說法相對是比較清晰的 是嗎 其實是應該考慮一下 他這四點相對是比較清晰的 另外第二樣要說 那個就是 一會兒王先生你可以回應 現在沒有什麼人說 我想繼續說 中介平台那裡 上次王先生的回應就提到 為個人目的及非謀利的UGC 是不足以保障版權擁有人的利益 因為第三方 例如一些中介平台 可能因此而獲益 從而影響版權擁有人的收益 看回條例新意的二十八大A括弧四條 YouTube只不過是提供設施 使得某一個作品 得以向公眾傳播 YouTube本身沒有向公眾 作出一個傳播這個作品的作為 我們的理解是這樣的 所以王先生舉這個YouTube的例子 其實還牽涉兩個層面 第一 去檢查這個侵權的責任 以YouTube為例 他們設有嚴格審查侵權的系統 這些我們有經驗 因為我們跟他們有交易 我們登記了戶口 然後我們上載一些影片 多人點擊 他有廣告他就分錢給我 但如果我上載的影片 內容有侵權的成份 他會馬上咳嗽你的戶口 很快的 他那個所謂檢查侵權系統 其實他為何會有嚴格檢查侵權系統 因為 在美國 你這些事情是不能做的 稍為有一點 就算是一首音樂 設了一個片段 也可能有問題 而且他那種做法 寧願殺錯 不會放過 又不需要你解釋 因為那個平台是他的 你明白嗎 你解釋也沒用的 你解釋有什麼氣坊諷刺 用我們這些來講 他不會聽你說這些 他即時就封你 就咳嗽你的戶口了 是吧 問都不用問的 是吧 所以他那個情況就是 他可以在極短的時間裏面 積撐到問題影片 將他移除 是吧 但是有一些比較小型的平台 不是好像Youtube這些 特別是那些非謀利的 那麼他沒有辦法有這些 這樣的系統 沒有這些檢查系統 所以不小心 就可能 有一些可能涉緣侵權的 那些內容 是放了上去的 是吧 所以在議定這個安全港的制度下 他說呢 中介平台 即是那些聯線服務提供者 他是沒有責任主動監察 他的服務平台 有沒有出現侵權活動 他們只是需要什麼呢 需要符合若干定名的條件 例如 收到侵權指稱之後 採取合理的措施 押制有關的活動 這個就可以獲得所謂安全港的保障 這個是第一點 這個設立是合理的 但是我認為 那個中介平台 是不是謀利呢 這是一個關鍵 是吧 法律 應該將它區分 是吧 某一些中介平台 他是謀利的 某一些他是不謀利的 非謀利的那些中介平台 你要給它更大的保障 是吧 第二又是跟這個Youtube 這個Sovela 這個平台上載影片有關的 就是 獲益問題了 有沒有好處 有沒有在那裡得到利益 是吧 假設有人上載 一個所謂UGC作品 在Youtube 縱使這個賬戶 他不收取廣告費 但作品仍然有機會令到 這個Youtube 得到這個廣告收益 是吧 例如 一條網頁Banner的收費 在這種情況下 原作者的利益 有沒有受到損害呢 是吧 我就上載 這一段 這個內容上去 但Youtube 就可以收廣告 可能是得益 但這裏可能牽涉到 原作者的利益 是吧 有沒有受到損害呢 在這個問題上 舉證是困難的 所以有關獲益的問題 是必須要仔細研究 是吧 因為上次既然大家提到 這個Youtube 你又有回應 我就回去量度一下 是吧 我自己作為一個內容提供者 content provider 是吧 我也會利用網上這些平台 很多人像我這樣的 是吧 我現在在做網上節目 打到很多人聽的 是吧 online有很多人聽 但是下載的人數恐怖 你明白嗎 下載的人數多的時候 牽涉到獲益問題 是吧 那是我原創的 大哥 如果你另一個 剪了我的影片 放了出來 我又經常被人惡搞 把我說的東西折頭折尾 然後放到一個平台 然後很多人會點擊 萬一那裡有廣告收益的時候 這些問題都是要想的 對不對 黃先生 他不只是Youtube 還有其他這些中介的平台 還有我本身都是原創的 但是我可能我那個 譬如節目的內容 我都可能有些音樂 有些其他的影片的內容 剪了下去 是不是 所以我們一上載這些中介平台的時候 我們是從來 就是一定是將一些 譬如說 避免這些侵權的現象出現 是盡量 但是做不做到一百分之一百呢 就不知道在這個中介的 因此我們講過的問題 哪些是屬於 真真正正可以侵權 損害到原創者的利益 所以這個是二次創作 所謂獲取的利益 是不是等同原創作品的損失呢 它是有很多爭辯的空間 是不是 是不是說沒有二次創作 就是大家就會選擇一個原創作品 是不是 難保有時候二次創作 令人更加關注那個原創作品 做到宣傳的效果 這些例子就是不勝回拒 2000年美國的電影 Scariff Movie 那部會叫什麼 中文叫搞什麼鬼 搞什麼鬼 什麼雜作 我記得一部這樣的戲 這個是很有趣的例子 這個是已經上映了五部 他影片主要就是 惡搞 戲弄為終止 將九十年代那些恐怖 靈異電影 是惡搞 娛弄一番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這部戲 那個是叫做 搞什麼鬼奪命雜作 是複雜的那一集 其中包括奪命狂夫三部曲 舊年暑假搞什麼鬼 死亡雜作 月光光心方方 驅魔人 非常嫌疑犯 是很有名的 電影來的 甚至寫我心情 全部都拿來開玩笑 顛覆了傳統荷里活電影的 就是那個製作 那個內容 創作全部被顛覆了 其中驅魔人 是一九七三年的作品 很多八十後九十後 都沒有機會欣賞到 就是這個 就是William Friedkin 那個大作 就是 因為他年輕 但是 他就可能因為 這一部搞什麼鬼奪命雜作 就真的看回驅魔人 我們知道現在 在網上 有很多租碟的網站 但是現在的電視製作 我想 黃先生 你都應該要有些研究 現在不是在電視台看電視節目 你知道嗎 上網可以租的 有些製作公司 或者一些所謂這些公司 是靠這個賺錢 而且是大製作來的 我舉最近 這兩年很轟動的 這個House of Cards 這個已經第二季 他在網上租出率 而且他賺很多錢 拍攝一個一季的電視劇 十三集 是用六七千萬美金的 還有在他拍戲的地方 還給他免稅的 因為製造就業在那裏 網上平台和以前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今天在討論 修訂相關法例的時候 如果你不能夠以時平進 或者你要試到 你看到將來的發展 喂 到我這條例實行 可能一兩年之後 然後又已經有一個新的變化 是不是 資訊科技又不斷發展的話 那你怎麼搞呢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要想完這些事情 你不可以等到法律實施的時候 又過時了 這是多大的事呢 最重要是搞清楚法律的精神 第一 我是保障 這個所謂 著作權人的利益 是不是 知識產權 這是最重要的 第二 是資訊自由流通 是不是 你不是單一一個目的 還有另外一個目的 所以你要用一個平衡的道理 就是這裏 為什麼我們要去仔細 去講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不希望放過任何一個細節 就是這樣 所以那個UGC的提出 我覺得這個 用一些套語來講 是很有建設性的 起碼給我們大家 政府也好 議員也好 那些網民也好 可以就這個問題 法例你現在不接受 一件事 但是值得我們去思考 在制定這些相關法例的時候 這些意見其實是很有啟發性的 相對來說 王議員 不好意思 因為還有其他同事舉了手 我一定會在那裡 還有大家 你們 真的 我們有一個